状元佛尔兹资料照 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七六人近几年高顺位新秀命运多舛 菜鸟球季都因伤报销 本季郑重状元佛尔兹 Mark Foods应有奸商事 之前也无限期缺赛 不过今天却首度传出好消息 新秀状元佛尔兹在完成肩部治疗的疗程后 现在已经归队 今年七六人换北选秀状元签 签下后卫佛尔兹外界引颈 期盼他能与上季状元西门斯 Van Simmons连线一同打天下 不料佛尔兹在下季连赛 先是扭伤左脚踝 虽赶上开季 但他从板凳出发 出在四场平均打了19分钟 脚出6分2 三篮板 命中率33 3%的成绩不尽理想 右肩膀也有疼痛等伤势 不得不暂时休息 而今天根据七六人随队记者 Jessica Camarato的报道 佛尔兹已经顺利完成肩部治疗的疗程 从曾塔基大学正式归到球队 佛尔兹在赛季初期遭遇肩膀三痛以及肩胛肌失衡 也缺席了自10月26日以来的所有比赛 虽然目前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训练 不过对于这位新秀的回归 七六人主帅布朗 Bred Brown 显得相当兴奋 我们很高兴他终于回来了 我感觉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 而七六人中锋推特王 恩彼得 周 LMV 谈到佛尔兹的归来也十分开心 日前他在受访时就说到 这很棒 我一直都有和他 佛尔兹保持联络 即使在他离开球队去接受治疗的时候也是 他的精神还不错 他能够回来真的很不错